318反黑箱服务帽学生团体代表林飞凡 在今天中午12点27分宣布 下午的一点钟要正式的回应 早上马英九总统的谈话 那么虽然抗议学生原定是下午两点回应 因为马英九总统上午举行的记者会 对学生的诉求完全没有正面的回应 让抗议学生也相当的不满 因此将这个回应的时间提早到了 现在的下午一点钟 而目前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主播黄一清来告诉我们 一清 好的 目前在立法院 现在学生即将就在稍后 就要举行一个对外的说明记者会 对于上午10点马总统 所召开的中外记者会当中 对于服务的执意 对外所做出的种种回应跟解释 这逗计学生团体怎么看 其实在上午的时候 学生团体在这个现场 可以说是内外同步的在收听 收看马总统的最新说明 不过大家普遍的反应是失望与愤怒 认为马总统并没有直接回应大家的诉求 而大家也在期待这个马总统的说明 的落空失望之后 其实一直到中午为止 在这边的气氛呢 其实一直都是觉得说感到有一些愤怒跟失望的 而人潮呢其实也非常的多 也由于今天的天气很好 所以现场也聚集了相当相当多 学生以外的民众也来到这边声援 而在这青岛东路上呢 现在还有这个来支援的民众呢 带着吉他来这边在现场演唱 来给大家加油打气 而面对现在的学生团体所提出的两项诉求 社会服务还有尽速通过监督条例 其实都没有得到马总统幻影之下 现在他们发表了他们下一步的最新看法 各位同学各位伙伴 大家辛苦了 我们在这里第六天了 大家辛苦了 那我们是不是先给在场所有的伙伴 大家一个热情的掌声 因为我们在这边撑了六天 我相信很多人大概对今天早上的 马总统所召开的这个记者会的内容 都感觉到相当的不以为意跟愤怒 那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各个学生团体 以及各个NGO团体 将要发表我们的声明 对这个马总统今天上午召开的记者会 做出正式的回应 那我就朗读我们所有团体 一致的决议以下这篇声明 对于马总统今早的记者会说明 我们首先要发表三十二字的真言 政令宣导 罔顾民意 既不民主 又无法治 先有条例 再来审议 给我民主 请与免谈 两岸服务贸易协定 强硬闯关 当民意监督失灵 民主崩坏 人民走近 属于人民的国会 数万民众上街表达 对台湾未来的忧心 等待了六天 马总统 从表示不回应 今天终于出面说明 我们很遗憾 原先 我们期待马总统 展开对话 但却只是听到 不断复述的 政令宣导 一再跳针 罔顾民意 须应学生 与人民深切的诉求 与期待 我们必须强调 正是因为 马政府 违法在先 才会有 今日 人民占领国会的行动 请勿 扭曲事实 倒裹为因 将总统违法的罪责 推给立法院内 捍卫台湾民主的民众 若人民无法监督政府 行政权独大 那就是假民主 争独裁 黑箱作业的服貌协议 就是反民主的最坏示范 没有参与 没有民主 一切免谈 我们占领立法院 正是为了凸显 现行制度的荒谬 民主国家的人民 必须能参与决定 国家这个未来 台湾 必须是 全体台湾人民的台湾 我们在这里 提出我们对当前 宪政危机的解决方案 第一 我们要求召开公民宪政会议 因应当前宪政危机 以及马总统统治正当性之上司 和国家发展发展之困局 我们要求朝野政党 因协商召开 涵盖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之 公民宪政会议 第二 我们要求退回福贸 本会期 应完成两岸协议 监督的法制化 在法制化完成之前 立法院应该先退回 两岸服务贸易协定 不应审议 第三 我们要求 本会期 完成两岸协议 监督法制 在法制化完成之前 台湾政府 不得与中国政府签订 任何的协定 或协议 第四 我们呼吁 朝野立委 因应民间的诉求 响应民间的诉求 民间团体已经提出 两岸协定地结条例的草案 呼吁 朝野党团 及朝野立委 提案 联署 并承诺 积极推动 在本会期 完成立法三读 以上四点 以上四点 是我们对马总统上午召开的记者会所做出的正式的回应 以上四点就是我们的诉求 我接下来请陈卉廷同学 马英九总统今天在对我们提出回应的记者会的同时 令人最感到印象深刻的就是 他从一开始 在记者会一开始 就搞错了我们的诉求 他说学生要求逐条审查 因此跟国会 跟国会的党团 国民党党团所提出的逐条审查的意见是一致的 可是请问各位 我们要求的是逐条审查而已吗 不是 是吗 不是 我们要求的是退回服贸 要先订定两岸协议的监督条例 我们要求的是要在一个完整的 有人民参与 有国会的实质监督的法治的前提之下 再来谈跟中国的谈判跟协约 而不是马英九以为的逐条审查 我们感到很荒谬 因为国家的国会的青年们 已经占领了国会六天 而这个国家的总统 却还不了解这个国家的青年 在诉求什么 这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我所生我们的诉求 我们要求退回服贸协议 在这个法治两岸协议进入条例通过之前 不得审议 第二点 我们要求立法院 在本会期之内 迅速的来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 同时也要求朝野党团 针对这项立法的提案 做出联署与承诺 最后我们认为说这一次当一个总统都搞不清楚他的青年在提什么诉求 陷入一个这样的僵局的时候 判断 这是我今天的诉求 谢谢大家 那我们现在欢迎台湾教授协议监督老师 那我们现在欢迎台湾教授协议监督老师 这样的各位都很清楚了 因为在去年当我们行政权独大 已经没有受民意的监督那一项脱江野马的时候 我们只能寄望于我们的立法的机关能够为台湾的民意锁住最后一个防线 所以我们当时信任 我们在立法机关里面的所有的机制 在体制内所有的民主规则都能够照常的运作 可是呢 我们在3月17号 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运作机制 连我们的立法机关都是这么脆弱 我们的民主政治基本上就被践踏到脚底下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 我们全国的同学们 年轻的朋友们不能容忍的事情 所以今天所提出的诉求 所提出的诉求 就是在正式 在跟我们的马政府 以及跟我们的全国的同胞 来呼吁的是 要正式这个 整个民主政治呢 最底线也必定践踏了 因为他连最基本最起码的一个 的程序正义 都不顾了 一个连程序正义都不顾的政府 以及一个连程序正义都不顾的 一个立法院的一个党团印作 能不能怎么还能够放心 能够把国家的前途 把它再突破下去呢 就是我们质疑 质疑 因为马英九总统 他身兼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在党政 搭权掌握的情形之下 他必须要负最后最大的责任 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礼拜来他的回应是个失能的总统 在他的统治正当性其实我们的在怀疑他的流失当中 这是不是引到一个临界点的呢 我们要让我们全国的民众来评判 所以在这里提出的诉求非常严肃的 也是要让我们的全国的同胞非常清楚了解的 所以我在这里诚恳的跟我们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发展的所有的朋友 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意志 要非常的坚定 我们在一场这边 所保留的台湾 未来民主政治能够重新再重整 重新有一个好的开始的方向的这个起点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住 我们一定要保住这里 才有机会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 自从318以来 所有的 所有的全国的青年朋友 以及一切的力量 都往这边来支援我们的时候 我们心里知道 我们的国家的未来 仍然是一片光明的 可是我们未来的很多工作 也是尽急满步的 也是需要我们很诚心的 有耐心的 还尽很大的努力的 来共同的团结在一起 为我们台湾 国家未来的前途 开曝出条的深入 我们不能够再苦闷下去了 我们要把这苦闷的情绪 转变成一个积极的力量 为我们的国家开创前途 谢谢各位 好 我们谢谢吕中青老师 我们现在邀请 反黑相符帽 民主阵线的召集人 赖中强律师 各位朋友 在今天早上 马总统的记者会中 他不断的 反复的提到 韩国对外签订的 自由贸易协定 FTA 但是我们必须告诉马总统 所有政府所签订的 对外条约协定 都严重的关乎到 人民老百姓的重大权益 所以在过程中 一定要让人民参与 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 民主监督的立法 其实在韩国 马总统最喜欢举的韩国 就制定了通商条约缔结法 根据这样一个通商条约缔结法 让国会可以充分监督 政府的对外谈判 也让人民可以充分的参与 但是对于我们要求 制定监督条例这样的诉求 马总统的回应是说 政府行政院已经有了一个 四阶段监督的要点 但是我们必须说 这个四阶段监督的要点 它只说明了 政府在跟对岸签订协议协定的时候 在哪一个阶段要向国会报告说明 但是民主所要求的 绝对不只是报告说明 民主所要求的是要求参与 是要求有实质的监督制衡机制 也就是说总统不可以一意孤行 行政部门不可以行政权独大 而非我做了决定了以后 通知你告知你而已 这样绝对不是民主 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等学者 已经炒拟了一个 两岸协定签订条例的炒案 在今天的声明里面 我们呼吁朝野立委参与联署提案 并且承诺在本会期完成立法 马总统已经丧失了统治这个政府的正当性 面临这样的宪政危机 我们呼吁朝野的立委 不要跟9%的总统站在同一阵线来跟人民对抗 而应该跟人民站在同一个阵线一起来联署支持我们民间版本的监督条例 这样台湾的宪政危机 台湾的民主政治才能够真正程序下去 谢谢 我们谢谢赖宗强律师 现在我们邀请中研院的黄国昌老师 听完今天马英九总统 这是我们看到在立法院学生代表今天下午一点钟所举行的记者会 主要是为了回应今天早上10点马英九总统的记者会的内容 那么他们认为说马总统是搞错了他们的诉求方向 但是马英九总统在今天早上记者会当中 他提到是党团是已经同意了服务是可以逐条来审议的 但是学生代表认为他们要的是退回服务 因此两方的想法是完全的不同 没有对焦 好